下面我们讲解PiGame窗口标题和图标的设置 PiGame提供了一个函数叫Display Set Caption 我们看名字也知道它是用来设置窗口标题的函数 还有两个参数分别是Title和Icon Title Title是指窗口上方的标题内容 Icon Title是窗口图标化之后的小标题 这里边需要说明有些操作系统并不提供小标题的显示和支持 所以我们一般不设置第二个函数 PiGame同时提供一个函数叫Get Caption 可以获得当前窗口的标题及小标题的内容 返回的结构是一个圆组包含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Title 第二个是Icon Title 大家想想用这个函数能干嘛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游戏中获得窗体的抬头 并且去设置这个抬头 与游戏交互逻辑相配合 这样可以根据游戏的情节增加游戏的有趣性 除了窗口标题 PiGame提供设置窗口图标的显示函数 Size HiCon 它只有一个参数叫Surface 大家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 我们在第一章讲B球小游戏的时候 在B球游戏中的那个B球 是通过读取图像的方式获得 获得之后呢 它的图像就是用Surface对象来表示的 在PiGame中 Surface对象唯一以一个图像做对应 因为图标本身是一个图像 所以被PiGame导入到程序之后 用Surface对象来表示 这里边我们先构造几个图标 同学们如果有很好的图标 可以找到图标的图片文件 放到你的工程文件夹中 同学们也可以使用 我们本课程提供的一些图标 请大家到相关的链接上 去下载这样的图标文件 我们这里使用一朵小花 然后我们在代码中去增加 Set Caption 以及Set Icon的相关内容 那么在设置它之前呢 我们要首先去读进来 这样的一个图片文件 保留为Surface对象 还记得用什么吗 要使用Image的Load的方法 之后呢 我们用Set Icon 将这样的一个图标 设置为窗口的图标文件 好 我们一起去改造一下 碧球小游戏 我们在之前的 伸缩版的基础上 去改造一个图标型的 碧球小游戏 首先打开PyTrum 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我们增加对图标的引用 然后将这个图标 设置为游戏的图标信息 好 仅仅是两行代码的变化 然后我们运行这个文件 我们看到 生成的窗体中 已经出现了 我们预设的小花的图标类型 对于一个游戏来讲 我们让它变得很有趣 十分重要 因此 在游戏设计的最开始 一定要想好 你的标题是什么 图标是什么 这样才能给玩家最大的兴趣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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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